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应该是上等 跟飞机两翼一样 我叫David Evans 中文名字叫戴维 我在化工大学已经工作了25年 刚开始做科研工作 现在我经常去小学初中高中 给同学们讲化学科 培养未来的化学家 我对化学感兴趣 因为好奇心让我了解一个新的生命的世界 但是对我来说 第二个生命的世界就是中国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 从87年到96年 每年来一两次看到中国快速的变化 决定1996年来化工大学工作 以前一直对科普感兴趣 以前在英国做了一些科普活动 但是正式开始做就是2011年 2011年是联合国找科文组织要决定的国际化学年 那时候英国环境化学会的主席 他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他说因为今年是国际化学年 我们肯定要组织很多的活动 但是我们需要长期的可持续的活动 所以他说我决定给每一个峰会和专业组 一千英镑作为北京峰会主席 我也收到了一千英镑 所以我就考虑怎么有效利用它 正好两个星期以后 我是跟一个英国朋友一起吃饭 在北京 Helen Boyle女士 Helen建立一个慈商会 专门帮助大公司及学校的孩子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Helen女士突然跟我说了 你能不能叫我的孩子化学呢 我说正好 有这个一千英镑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钱 要实际一个项目 我们叫快乐科学 Found with Science 所以我买了很多设备 但是不是我们经常用的玻璃设备 都买塑料的 为了孩子的安全 买了没有毒的 没有腐蚀性的化学设计 以后 周末的时候 租了一个面包车 把所有的设备和药品 放在箱子里面 带五六个黄大学研究生捐者 去到公司的学校 给孩子们讲课 让他们自己也动手做实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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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是牛津大学博士 你是花红大学教授 你为什么要下了这么大功夫 要去小学初中高中 给孩子们讲化学课 你不搞你的科研就行了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科学家 做科研是对的 但是小部分还要做科普 国家也认识到 我们需要未来的化学家 所以我希望是 退休了以后 我可以继续在中国做科普 要给更多的小朋友们 讲化学课 让他们抓那个种子 决定变成科学家 化学无处不安 化学无处不安